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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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就是这个低位126.1 前面有目标的 有升的目标的 中间有两个大的阻力 不止两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先站在这两个上面 再站在这两个上面 再站在这两个上面 才能作为 在这一段的再升空间 预计有孤加 难阻 入市阻挡升势 昨天的收市位 112.1 是比保理家通道中组的 112.342 中组在这 是紫色的日数 是为低的 指标是利淡 SAR 大前日 星期日出了 极点高位113 接着两天 收市位都没有高过 即是说 未突破到SAR极点高位 如果今天也收市高不高 183 的话 我们就要假设 市是要回 是要回深点 或者要试低位 95.3 才看下后市怎么走 指标一个好一个淡 RSI和五天平均线 都是低于50 但RSI高于五天平均线 那是好 STC%K 是高于%D 但两条线也低于50 MACD 成功发出了 红额买压信号 即是有两个指标 三个 四个 一个淡 是四好一淡 短期形势是向好的 还有机会 大家守住这些位置 先一个警戒位 对自己的警戒 是103.6 然后把指标位置 放在95.3 如果要继续向上 就是这样看 95.3 就不可以失手 因为一失手 一浪高于一浪的走势 就会被破坏了 看看DMI DMI正DI 是低于-DI 但正DI正在回升 即是上升动力 正在增强 正在增强 -DI 紫色那条 正在下跌 即是下跌动力 正在减弱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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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阻滞 如果有阻滞 我们可以量度一量 很喜欢和大家量度一些 上升轨下降轨 平行线 这样 因为这里方便些用 我们可以在这里的低位 画一条 在这个低位 推上去 最高的点 两个低位 即是这个低位 和这个低位之间 最高的点 推到哪里 这里 可以吗 高一点 好 刚刚碰到下降的通道 是吧 所以 未来两三个交易 特别是今天 向上破 因为掉头下 大家会看到 不要太心急 先看定些 就算入市 市就适用中处 短线投机 这一只股份 我说的是小鹏汽车 特别是它的 历史波幅的恒生指数 有三倍 那么厉害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的港股分析精华短片 想不想看足本版 立刻订阅Benny Leung梁业豪YouTube频道 每个交易日都会重播一段 详细的港股市前分析和一段港股即市分析的影片 时间是下午4点半和晚上8点半 如果想第一时间观看 并且在周末和假期都看到 可以帮助各位捕捉最佳进出市时机 令到投资获利变得更加轻易的港股、外围股市、外汇、 贵金属、债市、楼市、加密货币等投资市场的专业分析 那就要订阅我的Patreon频道 请大家多多支持